旅行車電話接不停 長榮機師預告罷工之後 已經有三成以上的旅客 打電話來詢問 自己的出國行程 會不會出現變數 如果是飛不出去的話 第十四條 我們就以收取行政規會 跟一些必要的費用 可能是住宿的費用 餐食交通 然後機票是全額退費 光是趁節廉價期間 可能會影響將近兩百團 損失難以估計 機市公會提前預告 罷工警戒日期區間 涵蓋春節廉價 二月七號到十八號 以及清明廉價 三月三十號到四月七號 如果持續協商未果 受到衝擊的 還有自由行旅客 長榮機師確定正式罷工之後 旅客退凱票才可以 不用收取費 但是只有旅客批評 都要出發了 二十四小時前才預告 根本來不及 當然是越早越好 因為旅遊的那個 他要取消的話 他要扣費用的 雖然會造成不方便 但我覺得有補償到 能夠讓我去選其他航空公司的話 是還不錯 依照機市公會 長榮分會的會員分部來看 屬於長城機隊的飛行員 比例高達75% 罷工一旦發動 預計搭乘長榮航空 往返美國 加拿大 與歐洲的主要城市首當其衝 旅行公會這邊的 希望的版本是比照丹麥的 一個月的罷工預告 那丹麥每個國家都有不一樣 像日本的罷工預告是十天 所以說呢 我們就是希望說 能夠給到一個確定的時間 旅客如果已經購買長榮機票 可以盡快投保 旅行不便顯自保 如果長榮機師 真的走向罷工意圖 對勞資雙方 人眾 旅遊業者 都是四書局面 歡迎新聞廠平達 邱子凌 台北報導 重磅消息 我們歡迎一把刷的播出時間 要做更改了 原本是晚間十點 現在趕到晚間九點 請觀眾朋友一定要多多支持 我們歡迎一把刷